好,同學我們等一下的這個例題 那個函數會有兩個相乘在一起 兩個Y函數相乘在一起 所以我們把上學期的這個微分公司 把它搬家搬過來 那同學如果還記得上學期編號4號的 這個微分公司就是這個乘法律 乘法律它說F乘G 你下去微分 打一撇,打一撇微分 那就是F乘G 再加F乘G 前為後為 或者說有一些習慣老師 他就說這個微1乘2 微1乘2加1乘為2 那現在變成雙變數函數 我們就要去指明 它這個打一撇到底你是對X 還是對Y下去做偏微 那等一下我們把X的寫一下 就是如果你現在是對X的話 尾分以後 跟上面完全一樣 就是 把它改寫成像這個偏微的符號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對X偏微 對這兩個函數 它裡面相乘以後對X偏微 那對Y偏微呢 那就把變數改成Y 所以這個 有一些專業科姆老師 比較喜歡用這個很簡潔的這個符號 F乘上G 對Y偏微 G對Y偏微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 partial over partial x 乘上FG 那它就等於前尾 那它就等於前尾 partial F5 partial x乘上G 再加F5乘上 partial F OK這邊 partial G 然後partial x 這是對X的 那另外呢 對Y的話 它就變成 假設你現在是對Y變數偏微 那我們就把第一個函數對Y偏微乘上G 再加F5 對第二個微分 對把G對Y偏微 所以同學這個都是 不同的微分符號 表達的是同樣的事情 那等一下我們就看一個例子 它會有兩個Y含數乘在一起 好,切起來